选前冲刺 候选人扫街败票难免发生插曲 在昨天晚间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洪威 在台北市河江街车扫的时候 遇到了民众抗议 而他的先生却对着抗议民众 比出了不雅手势 引发讨论 另外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高嘉瑜 今天上午到台北市中研市场败票 遇到了对手李燕秀的母亲 两个人正面交锋 李燕秀的妈妈不停地追着高嘉瑜大骂 现场的气氛相当紧张 而事后李燕秀出面道歉 至于高嘉瑜在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 则是更严落泪 身穿粉色上衣的富人 在北市中研市场看见 败票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高嘉瑜 突然追上前标马 高嘉瑜一路想握手 却被富人大力一挥 原来高嘉瑜口中的这位大姐 其实是对手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李燕秀的母亲 高嘉瑜猛攻李燕秀正三代 买豪宅等议题 而李妈妈气不过沿路追骂 还翻出高嘉瑜经历的家暴事件 两人正面遭风 而高嘉瑜事后受访哽咽咽落泪 不是因为我被骂哭 是因为感动很多人支持我 我也是请他妈妈就是 不要在我伤口上撒烟 谴责家暴者 对我母亲今天早上的发言 我也深感抱歉 也觉得不妥 选家倒数突发状况不止一桩 举起双手比出不雅手势 10号晚间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宏威 在北市中山区车扫时 遇到民众抗议 王宏威的丈夫向抗议民众两度 比出手势回击引发讨论 也被对手谢佩芬直呼使作为作福 对方有做比较攻击性的 不管是语言或肢体动作 我老公爱我爱得要死 那他难免有一些情绪上 他觉得他应该要保护我 选前冲刺候选人与民众拉近距离 也出现硬怀差距 这将是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